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我们接着来讲 于许多秀家 国安1600年正月 爆发的于许多家的骚动 直接影响了于许多家 和于许多秀家的命运 于许多家 能够在执家离世之后 在战国屹立不倒 很大的一部分功劳 要归功于 他得力的家臣团 这些得力的家臣 包括护川家 刚月家 长川家 花房家 那么许多主家 也对这些家臣们 给予了后代 那么这些重要的家臣 有六家 这六家 被封的领地 合计约有15万弹 再加上其他家臣 被封的领地 有22万弹 所以整个家臣团的 被封领地 相当于于许多家 六成的军力 那么这种结构 好处是 家臣团 对主家 忠心耿耿 但是坏处是 一旦这些重臣 与主家 反目的话 那么 他们所引起的 骚动 主家 就很难压制 那于许多秀家 和他的家臣团 反目 要从 公元1594年 说起 由于和风筝秀吉的 特殊关系 于许多秀家 在大阪居住的时间 要远多于 在自己的领国 于许多秀家 他并不是一位 合格的大名 由于缺乏 经营领国的经验 而他又必须 长期陪伴在 风筝秀吉的身旁 那秀家 就将领国 全权委托给 重臣 护川 肥后手 治理 在迎建 福建城的时候 于许多家的 比头家老 长传直胜 给秀吉 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所以在 风筝秀吉的授意下 长传直胜 就取代了 护川肥后手 成为于许多家的 实际掌权者 于是在 于许多家的内部 就形成了 以长传家为核心 以中村家 福田家 为骨干的 长传派系 那么这个 长传派系呢 他的领头人 长传家 是明显受到了 风筝秀吉的赏识 而骨干 中村家 是跟随着 嫁给秀家的 豪姬 进入到 于许多家 所以呢 这个长传派系 带有明显 外来户的印记 那么长传派系的 大权独揽 在于许多家内部 就催生出一个 以普代重臣为主的 反长传派 反长传派的领袖 就是有着 两万四千代 封地的 于许多 左经量 也就是 于许多 全家 那么长传派 和反长传派 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就直接导致了 于许多家的 家中骚动 背前军纪 把两派家臣 对立冲突的原因 归结为 日联宗 与基督教的 对立 因为长传派 是基督教徒 还有就是 简地实施中的 不公平 再有就是 不满 秀家的 奢侈浪费等等 我们上一集讲到 于许多秀家的 生活 受到 封城秀级的影响 是极尽奢华的 在这些表面 现象的背后 是隐藏着 更深刻的原因 于许多家的 普代重臣们 优先考虑的 是如何维护 本家的利益 于许多秀家 首先想到了 是如何维护 封城政权 所以说呢 与许多秀家 对封城秀级 那真是忠心耿耿 所以呢 在承担 封城政权 过重的 军役负担的问题上 秀家 自然和他的重臣们 产生了 严重的分歧 公安1598年 长传家的家主 长传刚直 病死 有一种说法呢 说他是被 反长传派 给毒杀了 接替他的 正是反长传派的领袖 于许多 全家 那全家呢 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 他一上台 都大肆的迫害 长传派 那长传派中 最高记恨的 也就是随着豪姬 进入到于许多家的 中村次郎兵卫 慌忙逃到大阪 寻求于许多秀家的 庇护 那不依不饶的 于许多全家 就气势汹汹的 来到大阪 要求主公秀家 交出中村次郎兵位 秀家当然断软拒绝了 全家的无理要求 在遭到于许多秀家的拒绝之后 那么于许多全家 就纠集了 沪川家 等反常传派的兵力 250多人 占据了 大阪的于许多府邸 公开竖起了叛旗 作为当事人的 于许多秀家 对此束手无策 只好请求各大名调停 到了公元1600年的正月 德川家康的干预 这才平息了这次骚动 可是德川家康 对于罪魁祸首 于许多全家 还有护川家 华皇家等人的处罚 出人意料的轻微 本来这是家臣 作乱犯上 应该是被处以急刑 但这些人 仅仅受到了流放的处罚 不但如此 德川家康 还在暗中资助了他们 而其他参与骚动的家臣们 则被命令返回岗山的原籍 与许多家的 实际领地内的掌权者 有一贯保持中立的 明石家继任 不过这些 被勒令返回原籍的家臣们 并没有全部返回岗山 他们中的很多人 选择了退翻 离开了于许多家 根据史料记载 于许多家在这次骚动中 丧失的重臣 除了刚岳家 于许多全家 沪川家 花房家以外 还包括秀家的马回仲 以及六个主力军团中的 不少骨干家臣 他们加在一起的 领地 蛋糕 有十一万蛋 而正是这些 离开了于许多家的家臣 是之前 构成于许多军的中间力量 所以尽管在此之后 于许多秀家 竭尽全力 试图重建 于许多家的军事体制 但是这些骨干家臣的叛离 严重地削弱了 于许多军的实力 公元1600年2月 为了处理家中骚动的善后事宜 于许多秀家返回了阔别已久的 钢山城 回到领国之后 秀家就立即着手 重建了家臣团和重整军备 经历了一番动荡之后的 于许多家 在民心和士气上 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原本在实力上 就和德川家相差悬殊的 于许多家 就更加难以 与德川家抗衡了 秀家对此并非没有认识 然而 当十天三成 在大阪举兵之际 于许多秀家 还是毅然率领了 一万八千大军 于7月2日赶到了大阪 其实于许多秀家 选择和十天三成站在一起 维护封臣家 与德川家康对抗 这是非常必然的 于许多秀家 是由封臣秀吉养大了 虽然说不是亲生的父子 却胜似亲生的父子 从小在大阪长大的秀家 对封臣秀吉 一直是持富力的 而封臣秀吉 在离世的时候 也让封臣家 托付给了于许多秀家 甚至可以这么说 于许多秀家 他跟封臣家的感情 要比跟自己 于许多本家的感情 还要深 其次呢 于许多秀家 对德川家康 是非常讨厌 因为在封臣秀吉死后 各藩国的内部纠纷 一般都是由 武大佬之首的 德川家康 来负责仲裁 可是在于许多家内部 发生骚乱的时候 德川家康 明显是拉了天价 结果闹市的家臣团 不仅没有受到重罚 最后还全跑到 德川家的阵营去了 导致于许多家 元气大伤 所以于许多秀家 对德川家康 是恨之入骨的 公元1600年7月16日 毛里辉元进出大阪 西军就成立了 以毛里辉元为统帅 于许多秀家 为副统帅的 战时指挥体制 7月25日 秀家率领部队 自大阪出发 8月1日 开始攻打福建城 福建城陷落之后 于许多秀家 返回大阪 稍事休整 就辉哥东向 兵发美农 于许多军兵分两路 秀家 取道晋江 进入美农 他手下的家臣 明示全灯 率领主力 经用一室 进入美农 全军在8月下旬 进驻到大环城 9月14日 在官员合战的 前哨战 杭涝川支战中 明示全灯 率领精兵八百参战 斩获颇多 那么在官员的 主战场上 于许多军 位于大谷军 和小西军之间 全军共有一万七千多人 秀家将全军分为五队 分别交给了明示全灯 长传集兵位 于许多元三兵位 福田右卫门 和阎原屠左指挥 从这些领军大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不久以前 于许多家中的骚动 对于许多军的损害 是十分明显的 很多原来领军的重臣 都已经不在 于许多秀家的麾下 这令于许多军全军的动员力 锐减了百分之四十 而更让秀家气愤的是 于许多家那些退翻的旧臣 纷纷作为东军的先锋 出现在战场上 9月15日 决战在于许多军 和福岛郑泽军之间的 猛烈交火开始 整个上午 于许多军和福岛军的战况 呈现着一进一退的胶着态势 福岛郑泽是东军的先锋 福岛军的正面之敌 正是西军的中间 于许多军 一万七千多的于许多军 面对六千多的福岛军 没能占到什么便宜 难道是因为 他们的战斗力不足吗 福岛的部下 是素不喜战的北张铭 秀家的手下 背前人和背中人 不可能不如他们 毫无疑问 其中的缘由 必须是从战场外去寻找 钢山县古文书籍中 收藏了护川肥后手 与明师全灯之间的通信 时间是官员核战前不久的 8月18日和19日 明师全灯 在给护川肥后的修信中 当中就哀叹说 情况很糟糕 并认为东军人才忌计 实力出乎意料的强 身为于许多家重臣的明师全灯 在决战前夕的悲观情绪 就反映了于许多军 当时上下的普遍心理 怀着这样厌战情绪的于许多军 自然不可能像在朝鲜那样奋战 而压垮西军的那根稻草 正是同为封尘一门的 小早上秀秋的反叛 这就造成了西军的崩溃 而于许多军也大败 当得知小早上秀秋 反水的消息 于许多秀家第一个反应是 这是不可能的 这反映了秀家单纯的一面 不过当秀秋反叛的消息 被确实之后 当时于许多秀家 顿时大怒 大喊着我要冲到松伟山 去宰了秀秋 幸亏他的家臣明示全灯 及时的制止 秀家这才打消了一个念头 不过大势已去 遇得秀家 只好在七个天生护卫的保护下 向北方逃亡 9月16日 秀家主从一行 在美农国 遇到猎户 师爷五郎 左卫门 师爷五郎左卫门 在得知了秀家的真实身份之后 将秀家隐藏在白间村中 另外一种说法是 师爷五郎左卫门 是原来前天家的家臣 所以呢 就让秀家躲在了他家的地窖里 隐藏了40天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更接近史实 于许多秀家 的确是在 师爷五郎左卫门的协助下 才脱险的 那么在隐藏好秀家之后 于许多秀家的两位贴身护卫 进藏和黑田 遣回大阪城 将秀家生团的消息 告诉了秀家的夫人豪姬 豪姬就派遣了心腹家臣 前往美农去营救秀家 在返回大阪的途中 秀家为了躲避东军的搜捕 不得不化妆成 前往油马温泉疗养的重症病人 最终回到了大阪的 于许多家的府邸 但与此同时 德川家康向背前的钢山 派出了接收大员 这几位接收大员 正是当初背叛 于许多秀家的那些 于许多秀家的重臣 他们于九月下旬到达了钢山 留守钢山的 于许多家的家臣 开城投降 没有进行任何的抵抗 就这样 于许多家的领地 在官员核战之后 论功行赏被瓜分 背前每做两国 成为了小左川秀丘的领地 薄膜那部分 落入到池田辉正的手中 关元1602年6月 在与夫人豪姬 最后化别之后 与许多秀家 在黑天看侍郎的陪伴下 取到海陆 前往萨摩国避难 为了掩然耳目 进堂三左卫门 拿着秀家的类差 与四国赐 向德川家康的重臣 本多郑信自首 他撒谎称 主军秀家 已经自杀身亡 遗体火化之后 被葬在了高野山中 那么秀家 抵达九州之后 岛金家就安排他 在大渔国 隐居 为了保证秀家的安全 他隐居所在的平野家 一门上下 都做好了血战的准备 这个时候的秀家 并没有浑心丧气 他以修复为号 表达了有朝一日 想要东山再起的愿望 然而 岛金市和德川家康的和解 彻底粉碎了他的期望 公元1603年9月 到1606年8月 秀家被幽禁在 郡河的九能山 在此期间 岛金家九和前田立长 为了保全他的生命 多次向德川家康求情 最终呢 德川幕府做出决定 将于许多秀家流放巴掌岛 8月18日 秀家和他的长子秀高 次子秀记 开始了在巴掌岛上的流放生涯 巴掌岛上的生活非常的艰苦 据说于许多秀家 在岛上闹饥荒的时候 只能把一种有毒的植物捣碎 蘸着山茶油吃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但是于许多秀家 从来没想过 要向德川家低头认错 据说前田市 曾经想要帮助 于许多秀家 恢复大明的地位 并且可以获得 十万代的领地 但是因为秀家 不愿意背弃 对丰臣家的忠诚 断然拒绝 于许多秀家 在大阪与他的妻子 豪基分手之后 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但是两个人的恩爱之情 却从来没有退过色 他的妻子 豪基 为了他四处求情 在十五年之后 他的诚意 终于打动了德川幕府 允许他每两年 向巴掌岛上 送七十代大名 这才让秀家父子的生活 状况有所好转 于许多秀家 最后活到了 八十四岁的高龄 死于公元一六五五年 不过他的子孙 直到明治时代 才恢复了自由之身 更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妻子 豪基 在死后 他的后代 仍然遵从着 他的遗愿 雷达不动地 向巴掌岛 输送大米 养活了岛上 一代又一代的人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 岛上的人 雕刻出 于许多秀家 和豪基两个人的雕像 让他们并排坐在一起 在巴掌岛上 实现了他们 再次相逢的夙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